百萬年新領隊一年賞屋50間 房子貴到太離譜下不了手 年收入破百萬英疫情失業 從澳洲返台的40歲征信領隊 收入這麼高 買間房子應該不是件難事吧 但他回台整整一年 來來去去看了50間房子 卻沒有一間可以入手 看完一輪之後 整個台灣的房價 基本上除了高的離譜之外 開價的部分就非常非常的離譜 他回台後學做司康創業 目前住在內湖親戚家 也向蘋果新網分享看房經歷 他先鎖定三房中古屋 總價預算600到700萬 從新北山從板橋土城一帶看房 卻發現都是天價 毅然放棄難走轉戰桃園 到巴德中立隆岡機場附近看房 但房市太好 就連房仲也轉個258萬 去巴德我印象中 我去看的時候 中介還遲到 看完之後中介也完全不理你 就這樣結束了 而且很多屋況都不好 於是他又轉戰楊梅、浦欣這些陌生地方 從台北騎車到楊梅或浦欣 隔天再搭火車往返繼續看 一直密集一天平均 最高紀錄可以看到十幾間 其中有一間26年的社區大樓五樓戶 讓他印象深刻 因為我走進去那個房子的時候 是白天的時候去看 門一打開來 我真的人就嚇到了 我整個人後退走了好幾步 那打開來之後裡面居然出現的是佛經的聲音 出現佛經的聲音就算了 他說這些冰箱冷氣都很貴都可以留給你 欄杆、鐵架、鐵窗的部分都是新的喔 後來他跟我說開價458萬 房仲說屋主是生障人士 應該社區無障礙設施才要換屋 沒向到下樓時 非常毛的是 那一間的管理員就特別跟我一直揮手 還有搖頭 458萬買三房 讀者覺得很便宜嗎 持價登錄去年三月份的成交價 270萬 我隔天就直接用LINE的方式跟仲介說 我不知道你們陽美的冰箱冷氣還有鐵窗 居然要價170萬 結果他馬上回我說 那個實價登錄都是錯的 都是造假的 這一年來他從雙北看到桃園超過50間房子 他的結論是房價高得不合理 開價和上一筆成交價一年近相差5成 什麼透田跟大樓一樣價都是600多萬 還有一個桃園中古屋 沒有車位竟可以差到200萬 而且屋主姿態也很高 寧願不賣也不降價 他說澳洲物價雖高 但因為他們所得高 年輕人買房相對台灣還是比較容易 以墨爾本市郊二層樓的花園別墅 通常3到4房折合台幣1700萬到2100萬 自備款一成 當地人年薪折合台幣150到220萬 單身不吃不喝10年就能做到 而他認為台灣房價失控的主要原因就在放任 中古屋隨著周遭新案拉抬房價 澳洲則只會做工資物料上漲的微調 對於在台灣買房子 在這些抗屋洗禮後 他也隨緣了 台灣在2020年的房價所得比 在世界排名第9名達到24倍 台灣還有三高問題 高空污率、高房價、高住宅自由率 導致年輕人想買房只能望樓心探 房價成為壽新階級不可承受之重 小家事 平均 平均